大家好 下面是我们这个加尔系列课程第25讲 条件已具的作业讲解 我们来看第一个作业 那么第一条作业里面呢 我们是说题面是要求用户输入两个数 A和B对吧 然后呢如果A能被B整除 或者是A加B大于1000 那么则输出A 否则输出B这样一道题 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实现 这里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25讲 然后里面呢的一个Homework文件夹 然后我们建了一个Homework1 这个Java类啊 我们打开 OK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说先用户输入两个数 A和B对吧 那所以呢 我们需要接收键盘输入啊 所以第一步也怎么样 导包 Java.utl.scanner 是吧 然后呢还记得吧 scanner 我们定一个input 对吧 scanner 然后是system.in 对吧 OK 然后呢我提醒一下 输出一个提示 是不是 Plint 然后 请输入这个第一个数 A的值 好吧 这样 然后呢我们用一个整形A来去接收吧 用input点什么 next in的方法 对吧 好那么同理 我们再来一个第二个数B 是吧 B的值 OK next呢 我们这里改成B 好 我们输入两个值以后呢 我们说 如果A能被B整除 是吗 那也就是说这个整除 这个 需要先求出来是吧 对 整除的话 我们如何去判断 它是否被整除呢 就用 是不是取 于 取于的时候是等于0 对吧 取于等于0对吧 OK 好 那我们再第一个第三个变量吧 OK 第三个变量 比如说我说除啊 啊 DAV 这个数 那么呢 用A 对 B 取模 取模 等一下我判断这个DAV是否为0 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整除 第二个呢是A加B大于 一千 一千 好 那么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上核是吧 就是A加上是吧 B B OK 好 这两个值算出来以后 我们下面一步我们就可以再做是吗 判断了 如果 DAV等于什么 0 0 那说明是整除的 是吧 嗯 说明整除的 然后是不是或者啊 或者就用这个短路语 短路或是吧 嗯 短路或啊 或者这个 什么 多少 大于 一千 一千 这样吧 嗯 大于一千 OK 是这样的 我们就输出什么呀 A A A的值 对吧 说否则输出B 我们就输出 我们像这样一样啊 我们就输出这个B的值 是不这样的 嗯 哎 知道体重 就这样 差不多完成了 是吧 嗯 OK 我们电一运行一下 还有没有问题啊 OK 好 电一完成 运行一下 好 比如说我们输入第一个数 A的值是 呃 10 可以吧 可以 第二个数呢 我们输入 比如说 5 是吧 好 5 OK 输出来 就是10 10 A的值 10 A的值 说明可以被整除 对吧 对可以整除没有问题 OK 那我们的运行一面 如果输出一个不整除的 10 跟3 3 对吧 嗯 输出的是3 对 对 就输出3 对吧 OK 这是我们这个 呃 用到了 EV 跟EL 这个条件 是吧 来做一个判断 OK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呃 第一个作业题 我们就给大家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次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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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